大家好,今天这一幅也是粉丝们给我发了一张图片 那我正好用今天剩下的颜色把它给画出来 那首先呢,我们用点蓝色,任何的浅蓝色都可以 我正好这个调色盘上剩下一些深蓝,一些浅蓝 我说过,任何蓝色都可以,最好你可以用Ultramarine啊,可以用Phalo啊都行 好,蓝色加一点这个白,那我这个调色盘还有点绿,没事儿把绿色也用上 蓝绿蓝绿的感觉啊,我这个绿色就是一个Saf Green 所以今天这个课也是给大家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平时不用特别特别的担心说我们完全没有老师的这个颜色呀 或者是我的颜色不对怎么办啊,没关系,我们都可以make it work 你看我今天就是,调色盘上有这个 如果大家一定要知道的话,我这调色盘上这个是一个 应该是Cerulean Blue和一个Canon Blue 就是一个浅蓝和稍微深一点的蓝 然后里面我这个绿就是一个Saf Green啊,所以这个不是什么 但是我像我说,你可以用任何的都可以啊 那我这个先把这个位置上把它给涂上 它给我发的这个照片很美啊 这个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把它画出来 好,那么往中间的地方去的时候 你看正好这边快用完了,多加点白 把这个位置上多涂一点白 那我正好我这个之前用完的这个颜色现在用完了 然后我可以加一点,我就加一点这个Ultra Marine 或者加点Falo Blue吧 这个Falo Blue 之前有一个粉丝给我留言告诉我这个中文怎么说 我又忘了 它叫什么,什么电,什么电青蓝还是什么来着 Falo Blue,好 那我这个基础上呢,我加点Falo Blue 对,然后这个绿,这个Saf Green刚刚没用完 我就正好加进去,然后多加点白 所以大家也看到,真的是不用担心说这个 哎,我没有完全一样的颜色呀,或者是什么呢 我就画不了,真的是没有任何关系 有时候我经常画的时候就是用我这个 比如说我今天画,画几幅,画两三幅 那我正好上一幅画完有一些没有用完的颜色 我正好下一幅就把它给用到了 这颜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画的时候 它这个重要是一个标流 颜色等式还没有那么重要 好,我们一往中间的时候我们就多加点绿 中间那部分加点绿 然后再加点,然后把刚刚这个蓝脸加上去 蓝绿蓝绿的,这个位置 到中间这儿涂一下,把它涂一下就差不多 然后这个刷子,我用那个大刷子啊 然后我们今天你看这个点,我不用把它涂得特别平整 对,大家就千万不用今天这个涂得特别平整 反正它都是一个海嘛 所以只要大概的这个 这个,加一点水,它不太干 这个甚至可以让它出现一些这个刷子的痕迹啊 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好,那我越往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再加点白 让它稍微淡下来一点啊 我说的,我说的这个淡下来就让它浅下来一点 那有时候我之前说,我保持把那个淡和暗这两个概念 我说会说混 那我在平时讲暗,淡和暗的时候 这个,我现在就会说说清楚到底是谁深海的浅 那我现在就说浅一点,大概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把这个白啊,比方加上来 你看我这个用的刷子,这个非常的random啊 非常的不是很在意它这个笔画 好,现在大概这样像 现在的话,你看颜色里面有蓝有绿有白,就很好看 好,那下一步呢,刷的洗干净 一定要洗干净啊 然后我加一点这个,我换一个新的条 这条在马上的话,也都用完了 那我换一个yellow orchard 就是一个,你要没有yellow orchard的话呢 这个中文应该叫土黄色 如果你没有yellow orchard,你可以用黄色 加一点点的那个,加点红,加点黑 然后呢,它就变成,就变土黄了 就变成棕黄了,然后再加点白就是土黄 但是yellow orchard一般,咱们初学者一般 大家都有这个,我先洗出来 然后的话呢,那白色当然是要 所以这个白色我总是说要大家,白色买一大刷 因为你白色你随时都要用得到 所以白色的话,不要另洗,另色买多一点 好,那我这个大刷子一定要洗干净 因为,为什么,因为就是下面这个位置 或者我先换一把刷子也可以 换一把另外一个大刷子 因为不想让它这个颜色串 那我就走先移过来一点 然后这里正好有上次画的 正好没有遥用到这个颜色,所以正好 好,我加点这个yellow orchard在上面 然后我就直接在这个位置上 大家看我的笔画是非常的random 没有说一定是要画得很均匀 反倒是让它有一种这种不太均匀的感觉 让它有点呈现出不太均匀的感觉 这个刷子啊,不太均匀的感觉 你怎么化就是你不用把它这样 调得非常整齐 你直接就是往这个上面走就行了 这就是其中一个方法 好,继续 然后呢,这个往上,这个中间的位置 它就应该也差不多干了啊 我们加点白 对,你看稍微让它有一点这个遮掩 没关系 让它有一点这个再往上推 推的过程中呢,它有一些热影的线啊 这就非常好 你看这就是不夹夹子 对一个问题就是非常好 好,我先把这赶紧先涂满 夹一个夹子 然后比较好画 有网友跟我留言 会问我这些东西在哪里买 我有一期专门讲过这些材料的 但是我跟大家说 这个就是很 我就是在医院店 我们这边有那种医院店 但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应该都有这种 这种小店 你就直接去买的 一块钱,两块钱的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继续往上啊 对这个位置 稍微让它 你看我这时候要加点水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我让它比较轻薄 一往上 它稍微有点轻薄 让它有点 是有点透出这个已经画了 后面蓝色的这个感觉 所以这时候要轻薄 所以你看这时候我的 这时候用笔的 就感觉不太一样 一往上 我这地方轻薄 为了轻薄的话 我就 对你看我就是在它的基础上 往上走 这个刷子加水 蘸水 让它湿湿的 然后蘸这个位置 对 然后让它往上走 不要担心 因为这个画其实非常容易啊 虽然说它这个照片 感觉会让大家误以为 觉得是不是很难 其实真的说 一看我就知道 这个画非常非常容易 一点都不难 好 大概就知道 我这个地方先轻薄它 我现在再多几点白色出来 再调色盘上 所以说跟大家说 你看我们的白色 平时用的特别多 真是特别多 好 那么这个刷子 现在两个刷都脏 现在两个刷都洗一下 下面一步呢 我们先把这个刷洗干净拿出来 然后擦干 让它不要滴水 然后再沾点这个白 然后你看 因为这个刷子有点湿 这个白是那种像 因为是水有刷子湿的 所以它这个白是非常的水水的白 而不是我们平时那种非常的硬的 就非常的亮的 非常的白 它是有点水水的白 这个有点类似于glazing 这个glazing的概念 我想每天跟大家讲一下 glazing glazing就是大家这一次 我们今天可能先不讲这个概念 今天先把这个大概的 先把它给画下 我先往后看 因为我这个照片是在我身后啊 在我电脑上 我电脑上的充电 那我这个 它大概的这些 有一点浪花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同学们这个位置 就先 看着我这样子 先把一些 一点点的浪用这个 先往上点上来啊 好像这个大概是这样的 你看我这个拿刷子 是拿得非常靠厚 那现在呢 我现在就刷子上 我现在沾满唇白色 然后在这个位置 我看它就差不多 它就差不多干了 它在这个位置上 会有一些 有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形状啊 我看 不是形状 说错了 这样一个纹路 它这个正好 往上一点 让它可以看得见啊 对 大概的 然后有一个 稍微有一个弧度吧 可以说 稍微出来一点点 然后这进去一点点 然后它里面 这边呢 它有一个 这边又出来一点点 这个时候都要去用这个 就用这个刷子 然后这边也有一点 你看我啊 这个手 这个手 手拿得非常靠厚的 然后等一下会变成一个小一点的刷子啊 这个先 先这样把它点上 非常规则的 然后我这个点的时候是非常的 你看 怎么说呢 非常的 是点到就走啊 这个手啊 点到就走 点到就走 又有点像在这个笔带我画的感觉 这个我可能 所以就是说速度要快 对吧 因为你速度慢的话呢 你就变成在画它了 最后大家你看就是我手 拿刷子非常靠后 你看你手抖的时候是这样的 你就是抖 然后你就假装你的手抖 好 这应该是很形象的一个形容方法 你哪怕你闭上眼睛 我现在其实给大家看 我现在闭上眼睛 我完全没有在看我画什么啊 但是你不要画就是超过了就可以了 那有些位置上这边 你也可以稍微的加一点啊 对吧 它这个毕竟它这个水花 是不会这么整齐的嘛 所以你这边 让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现在什么效果啊 那再加一点白 对 我刚刚说过 这个东西让它手自己抖 不要管它 对 这边手抖手抖 然后我看它这个纹路 是这些中间的其实很多 然后它这个地方也有些纹路 但是就少很多 我们等一下换个小点的刷子的话 它会把一些细节再更提现出来 那我再看一下 它这个纹路 OKOK 那它这个 右边的还有一个小纹路啊 那它右边的纹路 会这个颜色稍微淡一点 那我们这个 加一点这个本身沙滩的颜色 对 对在这里 然后加点白 这个就是你怎么体现出它的纹路 淡一点 它这边有点小的一个纹路 这边你看 它这个颜色 应该离着沙滩的颜色近一点 才会显出它是这个 它是小的纹路 讲过的这个点啊 同学们 根据颜色来体现 体现深浅 你看现在这个浪 这个浪 大家可以应该理解 这个浪大 这个浪小 这个浪应该是已经到沙滩上退回来的 所以的话 它是更浅 更离着地面更近 更薄的 所以的话 你怎么样体现这个层次感 颜色 对我讲过 那它既然地面近 它的颜色一定是更贴近地面的 对吧 那同样 从它这边延伸出来的浪 这颜色一定要浅过这个白色 那我们这个 我这个颜色 你看这个地方 我也是用这样手这样抖啊 所以你们看这个画非常简单 这幅 真的是 你看这个颜色 这个白大家可以看见 明显比这个白 就是要 要暗淡 那你这种你在画的时候 你就体现出这个 这个层次感啊 颜色体现层次感 这样若隐落线呢 让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啊 你看我们在这个 镜头上 我们可以大概就发现 这边这个浪 就是明显的要 比上面浪要小 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浪花的颜色要浅 所谓的浅 不是说更白 是说离它这个底色越相近 好 那这边这个 这个浅一点就化好了 那我们在这地方 开始再加 我想把刷子洗一下 我换一个稍微这个 这个小一点的刷子啊 换一个 比如说这个吧 我看这个行不行 一个瓶刷 就会找一个瓶刷 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好 我找一个瓶刷 就你要找一个瓶刷 但是比刚刚那个小 这样可以稍微细节的地方 再出重点 比如说我这有一瓶刷 干干的刷的不要沾水啊 这瓶刷 然后我就在位置上 比如说这儿 因为很平嘛 所以我让它 这地方多加一点 不要沾水 它立刻这个白 包括这个 这个位置我再加深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浪的位置 这个大浪的这个边缘 我加深 让它再体现明显一点 这个刷子一定要干 不要沾水 不要稀释 甚至可以让它出现出来一点啊 比如说你看 我这个就直接 踏不到上面 让它真的就比这个 原来那个要高 我说就是说它那个 就是高出来 高出这个纸面来 你这样你看 在这个里面看 就非常的真实啊 这个层次感觉非常明显 那你刚刚说 这里可能也有一个浪的 同样的道理 这个白让它出来 我说出来什么意思 就是从纸里面出来 就从3D让它这样 pop out 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就是你看 它是很厚的 它没有顺在我的纸里面 它是从纸里面弹出来的 对吧 那有些地方 这里也是啊 这个位置 我可能这边也加一点 tap上去 这样的话你这个画呢 就出现了层次感 而不会说非常的flat 那你包括这个这个位置 比如说 你说它怎么就怎么会这么齐 它不一定会这么齐啊 对吧 你可以稍微飞啊 让它进来一点啊 这边进来一点啊 没问题的 就很大的这个余地啊 自己自己这个 然后这个位置可能 对吧 这个位置可能让它多加一点 所以我说大家如果是看了一些照片 就很好看 你觉得哎 那自己肯定不会画 那真的不一定啊 有些照片它看得很复杂 但是你真的要画 发现它一点都不复杂 那这边可能我加一点 稍微的 对吧 这边有稍微tap 你看我们现在画了15分钟 而且我是边讲边画了 你这个大的感觉就已经出来了 那这里面这个呢 可能像我刚说 它不会 它不会这么的明显 但是它也会稍微有些地方 可能会稍微深一点 对吧 你看你这个就是 刚讲了刷子带着你画 刷子带着你走 不用想太多 闭着眼睛都无所谓 你看这个就 让它 就是往上 那我再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 这边上还有这些细节啊 对 那其实 其实我画成这样 就其实就 就差不多就很好了 那这些 这个位置上可能我稍微 让它再出出 那明显一点点嘛 因为我就担心 现在它在这个屏幕上看的不清楚 那我稍微加一点 那其实如果你这个 已经很清楚的话 那你就不用做这个步骤了 对 那我现在教 我先教大家一个 Glazing的概念好不好 Glazing是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 就好比想象一下 这个沙滩 它这个水 过的时候 它水退的时候 大家在现实生活中你想想 这个时候它这个水啊 这个沙滩是有点那个 反光的感觉 因为它那个水刚退 这个感觉 你在画中怎么表达呢 怎么体现出来呢 那我之前 这个叫Glazing 我一直想教大家 一直没有教 像今天正好有个水 已经教了一下 假如说 这个我先把这个刷子 先拿出来 它在这个位置上 好 先把它夹一下 假如说 你想象一下 这部分是沙滩 它一定有潮水 已经接触到这里 它退回去了 但这个水 应该是 照理讲 会体现出一些什么 一些水的倒影 那我刚刚讲Glazing Glazing的概念就是 你这个刷子 非常的湿 最好这个水是干净的 但我的水有点偏蓝 镜上就这样 你看哦 看我 这上面全都是水 然后我就直接画到上面来 其实这个就是Glazing的概念 就是说 你这个刷子非常的湿 上面都是水呢 它在你原来的这个 因为你看 如果这个上面没有水的话 我刚才如果把白色涂上去 如果不是Glazing 它就会变白 但因为我现在刷子上 刚才这样的白色水里面 全是水 所以现在你只是把一层白物 抹在了这个上面 你还是看到沙滩的颜色 没错吧 然后但是它就会显示出 好像有点这个 有点这个 上面会有点 有点白白的一个这个感觉 那我现在 比如说我现在 你看我就是在Glazing 它有白白的感觉 但它却不是说 把白色照 照在了它原来的上面 所以就是Glazing的意思 Anyways 是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以后再画别的时候 也可以多加的练习啊 那现在海的话呢 其实这个画就 就等于是画完了 但是如果大家比如说 你希望这个 比如说更加的一些 真实或者 不要说画手填足吧 但是有些地方 比如说你要多加点浪啊 这些地方 你要想多加点浪在这些位置 因为 那你要多加浪的话 一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记住 你要多加浪的话 离得越远的位置 它那个浪就越写 就是越短嘛 就离得越近浪 那个是越长 所以概念上要把握 你要是晚越出 你要画一点点这样浪的问题 你要画的稍微短一点 但是你要说让它再稍微的 这个再真实一点点啊 你说我刚才这个位置上啊 我这个颜色 这个 这个 黄 我可以在它这个位置上啊 大家看 我稍微让它 这个波浪这个前面啊 前面啊 稍微深一点 你看 这样的话它又会出现一种 这个 有点阴影的感觉 阴影的效果 让大家能看出来啊 这个 我在这个波浪的前面 多加点我这个Yellow Ultra 让它有这个 有点阴影的效果出现 对 然后 前面这个也是啊 多加一点 稍微加一点点 这个 这个 这个前面这个话 不用所有的地方都加 也稍微加一点 那有点阴影的效果就可以了 非常细节 这些都非常的 settle 但是 会让你的画 会显得比较 这个比较真实 就是比较更加的这个 更加的这个 更加有趣更加真实啊 这些位置 然后加了之后 你可以在它这个位置上 让它过度的不要太明显 你可以在过度的位置 稍微填一下 那里面其实也是 有些位置上 可以让它这个 更有层次感 也稍微加一点啊 这个就是 一些细节了 但是也要加也没有关系 它这个大部分的 已经感觉出来了 好 那我们先画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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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